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Amy 我們是Amy and Dolly 我們今天要來講一個比較嚴肅的話題 其實也還好啦 對 我覺得我們會聊得很快 對 我們今天要講規劃跟永住 我是Nara的是永住 Lina的是規劃 她現在是日本人喔 對 不好意思 永住三大條件 一 品性端正 無犯罪紀錄 二 擁有足夠謀生的技能與資產 三 此人的永住對日本有利 規劃七大條件 一 持有簽證在日本持續居住五年以上 二 二十歲以上並在本國已成年 三 無犯罪紀錄並定時繳納稅金 四 擁有足夠謀生的技能與資產 五 需放棄原本國籍 六 不能與反社會事例有關 七 需具備日語能力 規劃跟永住到底有什麼不同呢 簡單來說就是 有沒有要放棄國籍跟換護照 簡單來說就是你要不要拿日本護照 我沒有拿 所以我現在是拿台灣護照 然後我可以一直住在日本 所以我拿的是永住 對 就是居留權 對 然後是不是也沒有選舉權 對 就沒有選舉權 對對對 對 它最玄妙的地方就是 它沒有一個合格的標準 就是它會說你需要交什麼樣的資料 但它沒有跟你說你怎麼樣可以合格 我們剛剛比較了一下互相申請書 可能就是一些比較基本的 你住哪啊 還有你有沒有納稅什麼的 但是還有要寫為什麼 你要寫一個為什麼 理由書 對 然後還有就是 你永住需要聲援保證 就是需要有一個當日本國籍的人 或者是拿永住的人 當你的保證人 然後我的是我老婆 然後像有的朋友 他們沒有日本的 就是他們沒有跟日本結婚的話 可能就會後來就會來找我 而且很有趣的是 這個保證書 規劃沒有 規劃不需要 所以規劃不用保證了 對 它想說 它大概就是想要看你這個人 有沒有資格成為日本人了 所以它不會管 有人要找你 它就是看你這個人 有沒有可以 直直的 這樣子 好妙喔 可是規劃很麻煩 不是嗎 就是要繳的資料 對對對 我剛剛有給他就這一點 比較有趣的是 像是 我們要跟法務部調 我每一次出入國的紀錄 是說來日本以後嗎 對對 我來日本之後 我為什麼 我出國的進出紀錄 然後不只這個 我要告訴他我為什麼 就是那個時候為什麼出 對 可是你知道大概五年份 怎麼會記得啊 他要講跟誰去 好嚴格喔 對對對 而且要跟他講 就是可能會有人覺得想要省這筆錢 就是自己辦 但是我們後來評估都覺得 就是找行政書士真的比較好 而且你找了一個不錯的書士 幾乎等於你一定可以申請成功 是的是的 我覺得其實 特別是規劃很需要行政書士 是因為你要去跟他約時間說 那我現在想要規劃 那我需要準備什麼 他才會跟你講 對 然後所以我至少行政書士 他是直接告訴我說 你要什麼你要什麼 因為他已經看過很多人了 所以他就直接一個set給我 然後我們全部準備好了 然後帶去的時候 那個官員還說 哇準備了什麼抽到 有沒有這樣子 哇還被稱讚了一下 對對對 對 規劃要面試不是嗎 對規劃其實 其實他的流程也是一團米 全部都是黑箱 就是我們去交件之後 首先交件他就跟我說了說 你要再多繳一個 你媽的戶籍成本 這超妙的 是看媽媽而已 你們祖宗八代到底有沒有問題 就是 從那個戶籍成本可以出現 可是為什麼是看媽媽 不是看媽媽 他就說 他就說 通常是要教爸媽 但不然就教你媽好了 我覺得還好 真的很感謝他 因為我爸很 我爸是鄉下人 他應該更難拿 就是我媽是台北人 然後就會有那種 手寫的戶籍成本 超難看懂的 然後你還要譯成日文 所以後來我真的 我就會找別人譯了 因為我自己真的 網上有那種 就是不願意幫你譯手寫 但是手寫就會比較貴一點 但是戶籍成本真的看不太懂 但我自己後來翻了一下 我就發現 戶籍成本其實很可怕 以前的戶籍成本是 你的 你在哪裡上班 然後你的兄弟姊妹 全部都有寫在上面 哇塞 對啊 所以真的是 主中八代 也沒有到主中八代 就是到你爸 就是等於說三代 就到我外公外婆那一代 他們是什麼職業的 還好他們都是 帥良的人 還好還好 對 就是 就回到那個不能是罪犯 不能是犯罪世家 這樣子 對 然後我是 我是大概交件半年之後 被叫去面試 他是突然通知你 對 他突然通知 然後我真的就很可怕 因為沒有email啊 很容易肉結欸 對啊 而且電話你如果不知道 這個人是誰 其實通常都不太會接 對啊 還好我接到 然後就是一個官員跟我問 然後有人好像就是 去家庭訪問 好像有一次是 去家裡 喔 我有看過欸 因為我行政書是有跟我說過 家裡面看 但我沒有就是被叫去 他很有趣喔 因為 我有離婚嘛 對不對 然後 他就一開始說 這個可能會問到 現在很私人問題 請你不要就是介意 然後就一直問我 為什麼離婚 然後一直問我 就是 現在有沒有男朋友 然後 我記得那個時候 行政書有跟我講 就是要誠實以大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 然後 我忘記我沒有跟我男朋友住了 好像有吧 好像有吧 好像有喔 那個 喔對 應該有吧 然後 所以我就說 就是因為我現在跟我男朋友住 然後他就一直跟我說 他就一直問我 那你什麼時候開始比較晚 就是要確認你沒有重疊這樣子 他要確認 確認你是一個兩家父 或是怕你又結婚又 對 然後他一直跟我說 你千萬不要換工作 或生小孩或結婚 是行政書是跟你說的嗎 官員 蛤 他說因為這樣會影響你 深情 因為這樣好像就是要重來一遍 喔就是你的人生的 對 他的意思 他就聽了說 他就說那你 那你有打算結婚嗎 我說那以前是沒有啦 因為我的經驗不太好 然後他就說 喔那你最好就不要急 他說就是 因為你還要補交 他說我現在可以聽了 我就是可以不要他的住民票 對我就是什麼都不要 就是我聽了就好 喔就是對方 交往的對象 可是你如果跟他結婚之後 就變成 可能搞不好也要他的主張 他爸也不知道 喔對 然後用什麼納稅這筆書之類的 一大堆 然後 所以他就一直說 你就是國籍申請到之後 不可以 對 之前就是不要有動作 對對對 欸那個時候怎麼選名字啊 喔那個時候其實你遞交的時候 你現在的名字是李嗎 我現在的名字是XXX 我就會 欸 沒有你可以卡丟 我現在的名字是我原本的名字啊 所以你沒有改 喔因為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 就是常用漢字 日文的常用漢字就可以 對 所以 你的應該不行 我的 最後一個字不行 對 就是這個很麻煩 因為一定要他們有的漢字 還要是常用漢字 就是 日本人也是 他們能夠用在名字上的漢字 是有規定 不能用太難的字 不然他打不出來 打不出來 他就會用一個奇怪的記號 然後再寫說是什麼加什麼 這樣 就很 很難 所以其實很多人以為要 那個 日本名不用 只是因為 當年 就是我們以前 比較多移民來的人 他們是真的直接換成日本名字 連著被排擠 覺得比較好生活吧 所以才會因此 這樣就是 很多韓國人或是中國人或是台灣人 在以前那個時代換成日本旗的時候 他們都會使用日本名字 但其實沒有這個規定 而且甚至你可以隨便取 喔對啊 所以你可以取一個李小龍 超好的 對 規劃有一個頒獎給你們 這我真的聽到笑得出來 就是他恭喜你 終於達到日本國籍之後 你就會被叫去 而且那時候其實已經有疫情了 你還要被叫去一個 法務部的小房間 他現在有一個類似官員的人說 那我們要做他 然後正正的日本人 我們都快要笑出來 他躺到正正說什麼嗎 反正就是 國民責任責任之類的 然後 那個 呃 他就會 每一個人給你一個 你現在有日本國籍的一個 證明書 可是那個證明書不是給你證明書 那證明書是馬上要交回 去區公所的 然後你的 所以就不能拿著那個證明書 對 你就是好像他有個時間 就是你要趕快去區公所 然後你要趕快把你的債留卡給 還掉 對 反正就是有一大堆 後續的那個手續要辦 所以他不會直接發給你 他就會先發一個獎狀給你 對對對 還有就是 還蠻多人問我說 譬如說你申請的時候 轉職很多次 或是換過工作 有沒有影響 因為其實日本人常常 一家做到底 其實還好 就是 可是你要全部寫在 對你要寫在理由書裡面 如果你這個換工作是 有在上升 或是不是說 我做爛了 就不想 就看起來很積極進取 就可以 遇過一些人的反應是 蛤 之類的 他就露出一個 蛤你怎麼會要當日本人 就是那種 我不要來 不要來侮辱我的美 這樣 對 我明明就跟你不一樣 然後我就會 我就會安慰他們說 我是哪個日本人 就是我是 我是那個 假的日本人 假的假的 然後安撫他們 讓他們不要太可怕 好 那就錄到這吧 有什麼問題 可以再留言問 留言問我們 但我們不愁配偶籤 拜拜 拜拜 好 要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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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那麼致 快來一個微笑 好尷尬 規劃 規劃永住小筆記 規劃日本護照 永住台灣護照 規劃 規劃 規劃法務部 永住外交部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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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永住 資料繁多 等待較長 行政書是費用高 規劃 規劃需面試 永住需保證人 規劃之後另外辦護照 規劃可領取日本名 亦可用本名 規劃 規劃 規劃